大家好,我是隊長VL 現在我身處於元朗,準備搭這個K66號去大堂看紅葉 正如我之前提過,如果熟元朗的朋友就選擇方便自己上車站上車 我就選擇了副達廣場最後一個元朗市區的站上車 如果不熟元朗的,最好就是總站上車,方便一點 由這個副達廣場去到大堂山路,15分鐘左右 今天我們的路線會由大堂山路去到楓樹林看紅葉 然後沿著麥利浩徑的九段逆走 走一段路,然後到深井方向,全程大概10公里 不走回頭路,由元朗大堂進深井走 走10公里,我覺得都可以 如果你覺得辛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沒有捷徑 由大堂山路走3.5公里,看完紅葉,沿路走3.5公里走 其實都7公里的 沿著轉坐這條小捷徑,很快就到了燒烤場的位置 今天天氣都很熱,找個位置脫衣 過完大堂苗圃這一段,其實已經看到樹葉開始慢慢返黃 甚至變紅,已經開始漂亮了 看到告示牌,看看距離 大堂谷3公里,大南蔥水塘2.5公里,工業林1.6公里 經過大堂苗圃,走前沒有多久的左邊 已經看到一些風樹開始種 一些小棵 過了幾年應該就相當不錯了 到時就會再大幅一點這個風樹 不會只有幾棵 沿路都看到一些小棵的風樹種 開始種植,遲些少大棵會更加漂亮 其實沿路兩邊都看到一些風樹開始種植 這些小棵,遲些少再大棵會更加漂亮 暫時可以參觀住 由閘口去到這個風樹林 遠短一公里的距離,非常難走 明知越走入一點,裡面的風樹就更加紅更加漂亮 這些只是配賽,但也忍不住要停下來拍照 再加上這個紅葉的季節,大多人進來看紅葉 大家看到鏡頭也很清幽 其實樹下不知多人 再加上很多叔叔喜歡站在樹底下拍照 搞得要等很久才可以拍到清幽一點的效果 其實給大家兩個簡單的貼士 第一,你站在樹底是不會拍到一張漂亮的相片 站遠一點才拍到人又拍到一棵樹 第二個貼士是這一段路段的紅葉 會比裡面的路段紅葉紅得比較慢 如果大家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看到紅葉還沒夠轉紅的話 有很多人的時候,你就儘管先進去拍照 但如果你看到外面的紅葉已經很紅的話 就不要等了,先拍了 因為裡面的可能已經開始孤寂了 還是那一句 拍紅葉最重要是配合天氣 我今天去拍紅葉這一天 人就夠多了,但太陽就不夠猛烈 變了陽光不夠,拍出你的紅葉坦白說是一般的 但如果讓你報到一個天清氣浪 兼萬里無雲的日子 陽光透射在紅葉裡,效果真是不得了 大家眼前見到的紅葉就是拍攝在12月上旬的日子 天氣還未轉得太過懶 也都不算得上是陽光普照 大部分時間都厚雲遮著太陽 要時不時期定在一波紅葉下面暴住個雲 等雲吹走了之後才有少陽光滲下來拍得到些紅葉 首先要求溫差令到紅葉轉紅 再要加上天清氣浪 還要你有時間上來才拍得到這麼漂亮的紅葉 你說不是緣分,是什麼? 好了好了,來到主要的分岔路了 氣浴在我們的左手邊,風樹林 右手邊就去千島湖 千島湖一年熱滿了11個月 是到這個月才能到這個風樹林做回主角一次 好,轉了一行 轉了一段風樹林一定是最美的一段 但之前我提過,其實這段風樹林就算不是轉紅葉 都是非常之美的,值得來一行 當然,這一個紅葉季節更加不一定 不過就是人山人海 其實我特地來拍攝紅葉,即是來這個大堂 我想大概也是六年前 那時候的風樹沒有那麼多 幾年之間再種植一點 又變速再繁盛一點 大家計追蹤了這個芒草之後 好努力地追蹤這個紅葉 大堂的紅葉就沒得頂了 沒得輸 我們現在就沿著這個大堂林路 在這個田夫仔方向走 走到田夫仔,應該還未到田夫仔 我們還要轉到深井 這段很美 好,現場深一段 讓大家看看周圍多麼熱鬧 好,然後走下去 還有很多 好久都沒拿大機出來拍照了 既然特地上來拍紅葉 沒可能不拿大機出來拍照 現在的科技實在太先進 電話拍出來的相片 有時比大機拍更加漂亮 再加上一些APP 可以即時幫你用微精去調教相片 有時在現場看都未必夠拍照漂亮 好,這段紅葉慢慢開始疏落 當然啦 疏落一點 人自然也會少一點 來到這裡其實應該都可以回頭 如果我不想去深井的話 我會選擇繼續慢慢去細數這些 這段路沒端的紅葉 然後直到深井方後 不走回頭路 我記得早幾年來 就沒有那麼多棵的風樹 不知道是那時候 還未夠天氣轉紅 不發覺 還是真的沒有那麼多 紅葉的風樹 畢竟也好 種多些樹 讓大家多些景點到處走 但可以分過那些地方 不用只在大棠這裡 講一講 我們回到深井 大概距離六公里 其實都是下降為主 攀升的幅度只有三百多 相當之相宜 當然啦 如果你不想這麼辛苦 純粹一間風葉打壓卡就算 沿路走 沿路回到大棠山 回到大棠山 一定是最方便 別無他船 如果你說我不想走回頭路 反應出來 都輕輕輕輕地找山 走一下 我覺得現在的 落深井這段路 都是OK的 反過來去黃泥沖水塘 那邊不是不行 但那邊會更多人 和上落都會大一點 這邊主要是落山路段為主 應該會比較容易 其實沿路的風樹林 走下去一點 這裡很棒 一個人影都沒有 不知道有幾棵很大的風樹 在這裡 這個位置還有一個夜餐桌 沒有人攪著 在這裡吃東西都不知多棒 講講時間 現在離開這個風樹林的路段 大概是11點5個小時 我記得我剛才好像是10點鐘下車 大概玩了個半小時 沿途又被紅葉吸引著要停滯了 走了沒多久 這路走下來 我想走了四五百米左右 其實陸陸續續都會見到 還有些紅葉 我會給大家一個提示 如果不想逼人 走進去深井這段 應該真的沒得輸 前面還有很多紅葉 離開風樹林 大概走了10分鐘 不夠 還可以看到很多紅葉 告訴大家 可以繼續走進去一點點 不要這麼快走 走回來 吉慶圍這個位置 看到前面有個涼亭 我們還有沿著涼亭的右手邊 就是一條小水壩的位置 橫越這條小堤壩 來到這個水壩邊 看看 這個就是大家很喜歡的千島湖 大嵐沖水壩的 不知是上游還是下游 總之就是 過完這個水壩 我們沿著水壩邊的右手邊 就是我們過完這個壩 過右手邊 有一段小山路 崎嶇些少 如果對錯街朋友來算 但是一小段的 穿過了之後 就會穿出去石屎路 我們就不再直去 離開這個水壩邊 靠左眉眉上的 好了 這段小山路走完了 其實很短的 大概是160米的距離 就會接上去石屎馬路 最難的路段過了 來到這個石屎馬路 是一個人生交叉點 轉右 沿著這條這麼漂亮的石屎馬路 一直堆下去 就會去回大嵐沖程教柱那邊 但是也有些距離 好像不知有六七公里 我就不覺得很值得走的 雖然容易走 直上就是這個圓敦交流境 我這次就選擇 左轉就落回去 青拜堂那邊的位置 落回深井 上落可能會有 對比於大嵐沖水壩會多些少 但是風景好些 條路都好閒些 轉右石屎路不久 我們不要再直去 看到一個路牌 完全古道 往田夫仔方向3.8公里 我們上這條右手邊的樓梯 上樓梯這段轉右的路段 屬於完全古道 我們就會走一段落的完全古道 大概看到一個交叉廁所 一個T字路口 我們就轉右到青塊堂 前面有個分叉路口 我們就左轉 右轉在哪裏呢 如果大家先記得 在水塘出一段山路 我剛才說160米左右距離 直去就是圓敦交遊徑 那個交遊徑就會接回路口 其實剛才我們走交遊徑 圓敦交遊徑都OK 會短了半路程 但是攀升差不多 即是會上得辛苦一些 剛才我們如果上圓敦交遊徑 就在右手邊上來 現在我們就轉左手邊 今天都是希望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希望大家走完這個紅葉 看完楓葉之後 都不要馬上走 既然出得來了 我會不會是走一條山路 走一條山路 走回10k 8k 所以盡量選一些容易的路段 給大家 分叉路口大概走了幾十米 又有分叉路口 左邊完全古道 右邊圓敦交遊徑 我們是青塊堂方向 即是靠左 靠右去圓敦交遊徑 其實都可以到青龍頭那邊的方向 當然啦 圓敦交遊徑可以到青龍頭 即是都可以到市區搭車走 那哪方面就識除尊便 但是那條路呢 都不會短得過現在我走的這條路 就這方便 我就選了去深井 這一段已經沒得頂了 我記得之前有幾條拍 這個完全古道的片 之前都介紹過這裡有幾條竹林 其實很漂亮的 如果看完紅葉 儘管又過來搜尋這個竹林 反應打開卡 順路走 打完這幾個位置 既然這個竹林這麼漂亮 我就當我拍紅葉的拍 給它一個低抄角度 紅葉並不是蜂樹的專利 這些不知道是什麼樹葉 紅葉都很漂亮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位置 可以記住它 這裡是完全古道 大概是6116 液酒至6115 那五百米的範圍 值得走 又有一個很漂亮的紅葉 這裡的路段其實指示很清晰 前面有路牌寫得很清楚 左邊是完全古道 右邊是玄敦 有些朋友說 這個完全古道很容易迷路 其實最主要是你沒有看路牌 因為有很多分支路 如果你錯過分支路 你就走錯了 大方向是對的 也可能有 全灣都可以去到這個大堂 但可能就不是 走一條正宗的完全古道 可能走到其他的林路 這個其實就是自己的問題 而過完這段 6115的牌 這裡有一個牌 講到6115的牌 其實都已經在整個行橋 比較高的位置 一段明明上上下下下 後半段去到青塊堂 就全程主要向下走 所以絕對是一條初階交流的路線 不要被10公里嚇窄了 慢慢走應該是OK的 接到石屎路 有一個路牌 應該是6113 有沒有記錯 6113 這個牌 寫著我們在完全古道的 左手邊方向走 全灣公路方向 這裡是落得到青塊堂 來到這個位置 應該上山的路段 走完 走完 主要是向下為主 輕輕鬆鬆向下走 前面有隻迷失的小牛 很少在這個位置 會看到牛仔 牠的樣子有些落幕 還有很多人生氣 很少走到這邊 這麼近的 不知道牛爸爸牛媽媽去到哪 看見牛仔上一段小斜路之後 看到一個踢著的分岔路口 右手邊轉到青塊堂村 我們就沿著青塊堂村走 當然直去可以落到荃灣 也不是太遠的距離 上落會多些少 我就選了簡單一點 下回到青塊堂村 方向 這段落去 全程很久 完全沒有懸念 下在青塊堂村 看到右手邊 大家喜歡的芒草 零零落落有幾條 再走前一點 竟然有一棵蜂樹 還有紅葉 零零零一棵 不止的 不止的 原來走前一點 還有一棵小小 兩棵 都是小小棵 近近拍照也不錯 不過要結合有陽光的時間 今天陽光就不同了 一直再向前走 又有幾棵未轉紅的蜂樹 這些畫面可以認住它 這些沒有人跟你搶著來拍照 又不多角眼 如果下星期再紅一點 可以來這裡拍照 原來不只有幾棵 一滴走前 還有2,3,4,5,6,7,8,9棵 不過 就未完全轉紅 又是先預約 走完這個青塊堂 上來 更方便 如果這個位置漂亮的話 這個位置的蜂樹 真的意料之外的收穫 剛才走過 偷聽到一個伯母說 她說 早幾年還是小小棵 莫非這個蜂樹 真的會很快帶 之前真的不多角 坦白說 看完松葉 看完竹林 再送你一個河花一次 雖然沒什麼河花 但又是可以記住它 夏天的時候 就來這裡看河花 完全沒得曬 前面也有幾棵開 還開得挺漂亮的 好 村的這個門關 進入了這個 青塊堂喜香農莊 前面有一個 挺漂亮的小農莊 青塊堂村 我真是孤立寡民 原來冬天也是可以生到這個河花 外面很漂亮 反而我天熱來的時候 又不覺得有這麼多河花 真有趣 這個農莊除了有河花之外 還有自己種植蔬菜 走前一點 還會看到有些綠油類的東西 很清幽 這有些近一點的 紅色河花 好 看完這個紅色河花之後 大部分的景點應該都掃光了 沿途路下去 基本上是很明確的一條大路 大部分是落斜位 主要沒有記錯 應該是全石屎路 適合初階朋友走的了 很快看到主要分岔路口 左邊深井 右邊青龍頭 我們在深井 去左邊方向 挖回青龍頭 就繞了冤枉路 如果要去青龍頭 一早就轉了一個青龍頭 經這個圓敦郊遊景方向走 今天這條路線 沿途這條美麗路 落到深井 就完結了 全程大概10公里 我個人覺得 這條CP值相當之高的路線 幾年沒有去過的大唐 紅葉豐樹林 想不到原來現在是貿貿得那麼重要 絕對是值得去一趟 但如果只是上去拍照 然後又沿途落去打卡 坦白說我又覺得不太值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條路線 其實真的相當不錯 先順著走去到這個風樹屯 拍照 打卡 然後繼續沿途直落 掃上幾棵零零落落的紅葉 沒有那麼多人拍照 自然可以拍得開心 一直沿途這個完全古道 又走一段 又落回去青龍頭 這個方向 一來又有竹林你看 跟著又有寒花池 又會見到一些紅葉的樹 只是這幾個景點 我覺得都已經值回票價 而且路況也不算很難走 末段的樹蔭指數也相當高 不會怕曬到脫皮脫骨 絕對是適合初階身手的 行山朋友走一條路線來的 當然啦 如果你要最簡單的方法 自己的士去到這個閘口 原來走一段路 拍完照再乘的士走 都無話可說的 但正所謂 不走不知身體好 有時身體的能力是鍛鍊出來的 儘管嘗試一下 給自己的身體抓一下 又拍一下 又拍一下 希望拍多些不同的路況 讓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當大家對這條路線有興趣的時候 都可以看一看片 再決定自己是否適合 是否喜歡走那條路線 到最後都多謝大家收看我的短片 如果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給我一點點鼓勵 留個懶絲個Hello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將我的短片 大家可以收到一個簡短的短片 給我一點點鼓勵 還有一些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便可以收到一個簡短的短片 短片通知 今天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